作為一個金融科技的公司 如何可以打贏一個銀行 這答案一定不是多錢 因為永遠不會夠他多錢 金融科技公司可以贏的地方 就是科技跟數據 轉折點就是念書哪一年 念書聽信 哪一年學生沒有名片好召喚 沒有這個品牌 沒有錢 你沒有這個包袱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他出來創業 其實每一個金融的產品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這個封控 所以我們就用很多數據科技 來把這個風險降低 降到接近零 會比我只靠見你一次面 問你幾條問題 現在前一個申請表一定是精準很多的 開始有些大的銀行 留意到我們做這個事情 2015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做B2B 風險加技術部門 這是我們70%的員工 一個金融的人 一個科技的人想事情 完全是不一樣的 每次都是很痛苦的 一開始的時候 每天都會打起來 為什麼呢 銀行的人呢 為什麼IT這個人呢 不懂得什麼是金融產品 然後IT的人 每天都覺得為什麼銀行的人 怎麼賣 但是真的要靠磨合 靠公司的文化DNA 去做一個Porture Management 互相學習之後 其實可以創造很有效率的團隊 到今天我們去招聘 其實我們跟他講的事情 跟七年前的事情一模一樣 如果他可以重新做一次 見他想喜歡的銀行 他會怎麼做 所以銀行越來越像科技金融公司 科技金融公司 越來越進銀行 去convergence 再拿一個頂 就是虛擬銀行 這個才是科技金融下半場的開始 CEDA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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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DAWI